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即将与市民见面 馆长吴志华说使命之一 是要向世界观众演绎中国故事 而馆里面的九个展厅 至少一半会长期展出北京故宫博物馆的文物 公众期待已久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很快就会对外开放 馆长吴志华认为要打造成一个世界级博物馆 就需要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进行互动 发掘不同文明之间的共通价值 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互动 我们有一个主题 一定要用一个平时的眼光 现在其实世界上最缺乏的就是平时的眼光 大家觉得我高一点你低一点 其实不应该这样的 文化是没有高低 我们是希望透过一个主题 大家去思考看看中国 看看西方 然后思考为什么我们中国艺术家会这么表达 为什么西方艺术家会表达 吴志华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使命之一 就是向世界观众演绎 盛在传统美德的中国故事 好像故宫的文物 本身每一件文物 本身不是因为它漂亮 是它背后中间有一个理念 文化理念 我们经常都说戏已在道 那件物件是有一个道德在那里 那我们怎么可以将里面这个强的文化损识 去带到给我们香港观众 我们观众世界观众 为了更好感传星艺术品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首席研究员赵天龙 带领刹展团队策落九个展厅 未来至少一半会长期展出 北京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物质 这就是我们给他们的战略合作协议 因为北京公共藏品非常丰富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不断的轮转换转 然后把他们所藏的这种文物精品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推广出去 他又提到香港有非常多的收藏家 对未来的藏品开发有优势 凤雷博士记者张普吉报导